姚教授你落區的時候 打過選戰跟一般人有點不同 你不只是揮手 不只是鞠躬那麼簡單 你還要很多討論的 真是擔張椅子去討論的 是嗎? 是站的 是站的 他們兩個都站的 站不站得多久 是嗎? 你可以說一下你那個選戰的經驗是怎樣 好啊 好啊 現在深縮了 辛苦了 沒那麼老 聽到嗎? 有嗎? OK 聽到 好 謝謝 首先當然要向支持者致歉 令到大家失望是做得不好的 所以以下的內容大家都可能視為晚後跑 但是正如走過來的時候和馬岳談就是 不過其實今天大家聽完之後 可能支持者會很生氣都不頂 就是其實一路進行那個選舉過程 都有很多支持者 很多街坊一直教我 怎樣才可以贏出 他們已經看到我的弱點了 他們已經說你不聽我說你就輸了 但是我都不聽他們說 我舉幾個例子他們叫我做些甚麼 等大家了解一下 他們總之就說你一定要聽我說才贏 包括如果有留意我的政綱 我其中就用女樂真誠 他們就說選舉一定要奸 我做不出 所以他們就說你一定輸了 另外就是說 在選舉的過程 我就是正正的 阿樂軒說的那個敗筆 就是說你講的東西是太抽象 人家根本一時三刻 根本又不明白 也都不會這麼快認同 就是你看我那個政綱 我寫公民參與民主社區 人家說是甚麼 人家說紅綠燈幾秒鐘 人家在說 很多街坊說 你不如寫 說提供老人設施好過 誰知道你說甚麼公民參與 有一個更好笑 他說公民參與 我選你叫你幫我做事 公民參與不就是叫我做事 怎麼選你 所以很多街坊 很多支持者其實是很有心的 很想我贏的 但是我掙扎了很久 但是我都不改變 因為 所以希望選民之前不要生我 因為其實 其實是 如果你將這個 康律放長一點 就是 其實你是想改變那個議會文化 你是要令到真的 公民參與變成 是 有可能發生的事 這件事才是精彩 而不是我一個人贏不贏到 是吧 等於有說 他不如搞一次 齋營 但如果是這樣 其實不如給舊那個組 為甚麼我要去做呢 所以 雖然在裏面 雖然我又知道選民很難 一時三億認同我 但我又故意 就說 今次我將過程覺得重要 因為如果是我的學生應該 經常聽我說這句話 讀書成績不重要 學習過程最重要 學習過程最重要 不知道有沒有學生 學生經常不笑 我說這句話 但我真心是信奉 其實 學習過程才是你的learning process 最尾的分數 其實 學習是不重要的 是 我就是老師 所以就中了 所以輸了 認命 我就在過程中 八個禮拜中 我不是去介紹一個候選人 我是去將公民參與 真是去實踐一次 包括我做了政光商討 和居民一起 這個是坐的 和居民一起談 究竟你們有甚麼願景 這個正在歐樂圈 就說這個不行的 你跟他談 所以我們做了一次 就是我的政光 是由居民一起談出來的 然後我亦都做了 就是下一屆的區議會支出預算案 就是我們給你看到 過去四年 南極區議會的支出 是超過60% 側重了在只是文化推廣 問回居民 如果讓你選 你想下一屆的區議會支出 是怎樣分佈 最後我們得到一個結果之後 將會變成單張 告訴選民聽 如果你選我 我將會下一屆區議會 是根據你的意願 去做區議會的支出 這些是我們實踐到的 我們亦都有交通諮詢 亦都有社區規劃的工作方法 所以我們在過程裏面精彩 最尾贏不到 這個是我自協的 但是在過程裏面 我們已經改變了選舉文化 我們令到過程 選舉的過程一點都不浪費 再不是浪費幾萬元去介紹一個人 然後選了一個人之後 又由那個人做事 然後四年之後又再玩一次 我們就改變了去 就變成這個過程 我們就是去接觸公民 讓他親身經歷到原來公民參與 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從而我可以說事 我可以做監察 我可以將我的聲音 變成雙討式民主 怎樣做的呢 是不是真的work的呢 在這個過程 就充分可以讓我們有一個平台去做 這個實踐上功 我覺得是成功的 今天都有些義工團隊在這裡 我非常之感激他們 他們告訴我 他們都覺得那個過程 是真的非常之有趣 而且值得這樣做 但是 我用最後四分鐘說 就是一個更加遠大的理想 雖然輸了你說說這些廢話 但是難得 機構肯讓我來 我就想爭取這個機會 就是我經常說 為什麼這麼少人肯參選 其實就是因為選舉不好玩 一趟混水 經常被人抹黑 然後站在街上 只是在揮手 其實整件事既沒有意義 又是要出錢出力 還要被人抹黑隨時 申辦名列 工都沒有 那件事又不好玩 最後輸了 還不知道怎樣處理 你會見到有很多憂慮 其實包括年青人 其實當你說你出來選 就算他有心從政 其實他都很大的考慮 很多猶疑 家人的支持都很難得到 整件事就是這樣 於是我們百百 有幾十席被人自動當選 四百多個區域 我們派了二百多人出去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我們不能派百百人出去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人願意去參選 我們就要思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這麼多人肯做義工都不肯去參選 都是做那些事 其實他們做得更多 不如你去參選 為什麼不肯呢 我們就看到 就是我們要做四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令到選舉很好玩的 做議員很好玩的 我們今次就是想去試一個這樣的形式出來 希望待會我們的義工團隊可以補充一下 你覺得那個過程是不是真的很好玩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要將過程變得很有意義 再不是介紹一個人揮手派紙 而是你將它變成一次實踐 將公民參與的一次實踐 讓以後其他區可以一起去知道怎樣做 以及怎樣做得更好 這是第二個重點 第三就是大家要在那裡帶出一個訊息 就是什麼呢 不用黨派 不用有親中 都有之餘 所以我這次我覺得這一個項目是非常成功的 就是我無黨無派 又沒有靠山又沒有親中 那我究竟怎樣動員到那些人來支持我呢 這個訊息就是希望其他有志從政的人 會明白就是說 原來你的理念是得到有支持者呢 他就是會自動過來幫你 我的團隊就包括有街坊 在裡面住了幾十年的街坊 還有就是在網絡世界或者泛民組織裡面 他們聽到我要參選 自己說要支持我 那種想哭出來的感激 那你會見到就是 大張的訊息就是 其實你不需要一定說 我要有很大靠山 有個金主 有個什麼黨派 有個什麼我才敢去參選 現在告訴你 你就是只要有一個理想是可以感染到其他人 原來你參選是會有支持的 那這個是第三點重要 如果解決到 就可以有資源參選 而最後一樣是最難的 就是怎樣將一趟混水 變回清澈的泉水 這個是最難的 所以我怎樣都要堅持履樂真誠呢 就是如果不是這樣 你就是自己搞黑了那壇水 所以就是要堅持 就是說要令到選舉過程是可以很乾淨 你是帶廉潔進去那個議會 這次其實我都受到很多抹蝦 很多無理的攻擊 包括說個很好笑給大家聽 最近還打電話去學校求訴我 當時在街上有很多在街上說粗口罵我 然後報警 這個很好笑 其實那個大眼鏡 那個大家應該見過 在地鐵罵萬必的女人 原來住在我那區 她又罵我什麼呢 就是她說我是欺騙 她說我所有的單章寫 是姚崇嚴教授是欺騙的 因為我是副教授 所以那壇雲水仍然存在 這是很難的 但是畢竟你會發覺 原來有很多支持者 和透過你能夠履樂真誠 其實很多人就會相信你 所以我想帶出這四點 就是我們令到壇雲水變回清 我們告訴別人不需要靠山 不需要政黨都有資源可以參選 我們這次張開迪和我們 城鄉共申連線也有cloud funding 所以他直接籌到錢的 所以大家不用怕 我沒有幾萬元怎麼參選 第三就是我們將過程變得很有意義 你做了這件事就算不贏 整個社會都會欣賞你的 而第四就是將過程變得很好玩 我希望做到這四件事之後 下一屆我們有800人出來參選 好嗎 好 謝謝大家